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客栈,我是今天的主讲人,莉莉。 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。 在亚非拉国家,我们有很多重要的盟友, 其中关系最好的,无疑要属我们的八体,巴基斯坦。 在网上曾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, 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,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 将自己的砖机座椅全都拆除了, 目的是为了能装更多的救援物资, 甚至连他自己也是站在砖机上,一起来中国救援。 其实,在那次地震救援中,穆沙拉夫总统还有很多感人的故事。 在地震第二天,穆沙拉夫就去了中国驻巴大使馆, 说,中国需要什么东西,我们就提供什么东西, 并将巴基斯坦所有的四架运输机全部调过来使用。 别的国家援助的帐篷数量一般都是整数, 但巴基斯坦最多的地方是一样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